实际上内外其实是平等 没有能见没有所见 没有能知也没有所知 没有能觉也没有所觉 能所尽习 完成的 存于平等的法界真性 所以有圣意根 浮成根 赤神 以浮成根而起 眼睛有毛病 当然是根 以肉眼而产生的 这属于织木无名 维系的执着 在人类里边浮在外面 肉眼的病 是属于织木的见病 织木的见病 一棵树它有根 有树枝 所以根本见病跟织木见病 是用树来比喻 树干就粗 树枝就细 树干粗就很难拔 很难把树枝就比较 树枝 一下就可以砍断了 意思就是 无名由根本见病 在眼变成织木 见病 但是如果要断后 就必须从织木 慢慢地断 往里面 更深的 根本见病来断 众生 就是一切众生 既见一眼 大家前世纪都知道 眼睛是看东西的 叫做既见一眼 浮成眼根 这个肉眼 肉眼的浮成眼根 为见经所托之处 见经 诸位 挂福 带有少分望 的见性 诸解一下 什么叫见经 带有少分望见的见性 就叫做见经 既然有带望 就麻烦大了 不是纯丽的见性 所以 唯见经所托 唯见经所托 因为带有望 所以你看什么都是直 看什么都分别 看什么都起颠打 唯见经所托之处 神虽浮根之病 这个眼睛的红热病 虽然是所谓的浮成根之病 也就是见经之病 原言产生的那个光言 原言为之末见病之言 生戒 诸位要写一下 内根深外气戒 叫做生戒 把这个分内外 生的旁边写内 戒的旁边写外 内根深外气戒 为根本见病之影 因为此生是无名望见所现的 所以这个生戒 就是指根深还有气戒 但是根深气戒 是根本见病之影 而我们眼睛的红热病 那个只是肉眼的病 是死于织末的病 底下又省见双戒 本末二病 本就是根本见病 末就是知末的见病 叫做本末二病 本是指根本见病 末是指知末见病 这根本见病 就是维系的祸 知末的见病 就是比较粗糙的祸 见经为属于根本见病 见经就是来自 所以见经的旁边写 来自一念无名 把真见 因为一念无名变成忘见 所以见经为属于根本见病 它是维系的 单负虽疏 其妄是一 虽然有单有负 虽然是不同 但是它旺 它就是一念不觉 一念无名 下文就说了 即比目经 顿发老者 兼目与老 同是菩提心中 顿发老相 解释一下 即比目经 现在谈到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谈到这个眼睛 顿发老 老者就是 兼眼睛 还有眼睛所产生的老 老就是老相 因为直视 久了 疲劳 同是菩提心中 顿发 这个顿本来是直视 直视久了 疲劳 顿发老相 后面还是会讲到 也是此一言 此以神影为例 眼睛有毛病 产生的光影 来作为例子 有两重 一支 一 一支其微别业 以灯上的原影 为自己病人 独见故 让我们很容易了解 别业 以灯上的原影 为自己病人 独见故 意思就是 当我们带着无名 看这个根深器界 山河大地 就以为是实在的 就是灯上的原影 认为自己的病眼 独见 一支其微妄见 以五色原影 虽然是尽 必尽非识 五色的原影 并不是灯本身之色 也是因为病眼 才看到这个五色的原影 就是多出来的 正常的眼睛 只看到那个灯 而眼睛有毛病的人 且看出来 除了灯以外 还看到五重的眼影 重叠的眼影 毕竟非识 以下 这出真诚所见尽 以下 神难及礼 三一九中间的经文 于意银河 此夜灯明 所现原光 为是灯色 为当见色 先解释一遍 阿难在你的意思 是怎么样呢 这个晚上 这个晚上所看到 那个灯 灯色 为当见色 这个是就是因为 到底是因为灯 中间加三个字 到底是因为灯 所有之色 为当见色 还是 这个见 就是省见 还是 还是因为眼睛出了毛病 那个神见 所见之色 再讲一遍 阿难 在你的意识 如何 要开始追查 这个所现的眼光 到底从哪里来 是灯来 还是见来 阿难 在你的意识 如何 这个晚上的灯明 所现出来的眼光 到底是因为 是因为那一盏灯 所有所现出来的颜色 还是因为眼睛有毛病 那个眼睛的病 所现出来的颜色呢 此标 此双标 神问 问也 在你的意识 以为如何 此夜灯明 所现的眼光 也就是上门 灯光 所现的眼影 下面两句 也就是双神 即灯即见 是灯 是因为灯 而看到那个眼光 还是见 因为见的关系 才看到那个眼光 好 试审查看看 此夜灯光 所现的五色圆影 为是即灯所有 为当即见所有 分开来讨论 到底是因为灯 所产生那个眼光 还是见 所产生那个眼光 见也省见 那个见 当然是指 有红热病的省见 例如众生 迷味之中 于真理上 所变现身心世界 唯一是真理 实有之设法 其实一切法本身 真理当中 就是无生 就是真理 一切法无生 因为是信空 信空就是无生 一切法本是无生 是十方三世 诸佛所宣的真理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所宣说的真理 是什么 就是一切法无生 也就是空性的道理 深空 星空 世界也空 至于无生 无生的真理上 却变成了 好像有 生灭的身 生灭的意识心 生灭的世界 唯一是真理实有 这到底是真理本身 这是所谓的设法 产生的 或者是望见 所成的设法 就是分开两个角度来讨论 底下 阿难 此若灯射 则非神能 何不同见 而此原影为神之观 若是见射 见以成射 则非神能 见原影者 名为何等 我先解释一遍 阿难 此原光 如果来自于灯射 是灯的问题 这个阴光 是因为灯 才见到阴光的 灯本身怎么会有阴光呢 则非神能 那么 但是眼睛没有毛病的人 何不同见 因为为什么 没有看到这个原影 为什么 可见 不是灯的问题 此原影 而此原影为神之观 而这个 晚上这个灯明 只有眼睛 有红热病的人 才看得到 多出来的 那些光影 五层的光影 是多出来的 正常人的眼睛 却没有 而有毛病的眼睛 却看得到 若是见色 见以成色 则比神能 见颜影者 名为何等 诸位听啊 这一段稍微有点难 若是见色 就是 诸位 这个见的上面 加一个字 叫做神 就是一个神 再一个目 就是这个神字 若是神见所成之色 中间加三个字 否则这个经文 看不懂 若是见色 就是若是神见所成之色 如果是眼睛的 红热病 所见到的颜色 如果说这个眼影 五层的眼影 是眼睛有红热病 所成之颜色 诸位 见以成色 就是本来能见的有情物 无形的能见性 变成无情物的色 这见以成色 就是见性变成色法 叫做见以成色 就是见性变成有颜色的色见 那就糟糕了 这比神能见颜影者 那么眼睛有红热病的人 见颜影者名为何等 为什么 因为他的见性已经变成色法了 有情物的见性变成无情物的色法 因为叫做色见 见以成色了 再讲一遍 如果说这个眼影 如果说这个眼影 是从有红热病的眼睛跑出来的 所成之色 那么他的见以成色 就是他的见性变成了无情物的色见 变成无情物的色了 见性变成无情物的色了 那么 这比神能 就是眼睛有毛病的人 见到这个颜影者 名为何等 因为那个无情物怎么能见呢 大家都明明知道 要有情物的能见色才能见嘛 谁是妄见 他是有情物 总不能说色能见啊 所以把有情变成无情的色见 又去看那个眼影 那这个叫做什么 大家全世界公认的 能见的是有情物的见性嘛 所见的色法是无情物嘛 这才构成一种能见跟所见嘛 现在不是 把这个见性 因为他说 这个眼影是来自于见性 那见已经成色了 已经成为光影了 如何来看出去呢 看到那个眼影呢 当名为何等 就是无情物 看无情物咯 是不是 有情物 有情的见性 才能看无情的色啊 现在不是 见以成色 就变成无情物了 好 翻过来